來關心 最近有一間很出名的飲料店 在黃金比雷三團是打出名的聲音 人家都要排隊等很久 有台下食品和高雄就發現 這種飲料飲一杯就拿出是吃十八顆到二十顆的方糖 實在是最頂嘍 現在的天氣正經是有夠熱 飲料店門口人擺得滷滷等 很多人一杯就是五六杯 而且至七點要這樣喝 就是比較剛好 不會太甜又不會太酸 這種飲料人家都指定會黃金比雷 生產的口感有這種飲料是不會嚇嚇 但是黃金比雷到底是怎麼來 台下食品是用素材跟你說 陰玉也是十三個 十三個 隨機通用不會試鏡點飲料 生產部一樣冷靜 他們做的黃金比雷飛水雷風 在途徑連超過十三度 那就是每一百公斤 裡面就十三顆的糖 那喝一杯就吃十八顆的糖 另外這杯說是水果堆的 天豆也有十二度 天豆最多是這杯 但是也有六度 就生產店沒有糖飲料 所以也因為參與其他所在 裡面沒有糖 並不是完全沒有糖分 一般我們這個正常人的話 大概每天的這個糖類攝取量 大概在250克到260克 那以一杯十三度 這個正常的這個翡翠檸檬 這樣的飲料來講的話 大概四杯就會超出一天 所需要的糖類攝取量 教育表示飲料的這麼好喝 就是用糖來調整茶 也只是雷風的勝度 除了糖利用可能 或者利用超過標準 長相塊的糖對健康也不趕快影響 有的糖是選擇帶糖 也只是甘蔗糖 但是大部分因為成本更方便 都是選擇透明的人工工糖 營養素就說 如果喝太多對健康是不公開好 它很容易造成我們胰岛素的阻抗 對那也有發現說 它很容易導致我們的這個血脂過高 也就是高散酸甘油脂血症 營養素表示 古糖其實是完美粉酒 加上人家的香料到幾年 像水果的糖完全不關火 剛才喝起來比較不會感到飽 也不會讓他多數的轉化代謝 這麼多會造成肚子和身體負擔 因此也提及影響 夏天裡面療雖然很清涼 但是對健康影響 自己都要注意 記者 轉化報導